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络必执》的节目 今次又想回来和大家跟进一下关于英国的话题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 现任首相新卫城在去年初初上任的时候 当有记者问到他有关中国和英国的关系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一点,还认关系 过往的黄金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他当时口腔声声说,但事顾不到大约一年多之后 他竟然委任前首相卡梅伦作为他的外交大臣 当卡梅伦在就任期间 可以说称得上中英的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当时卡梅伦对英国的态度非常友好 而现任首相新卫城在他初上任的时候就说中英黄金时代结束 现在委任卡梅伦是否代表英国对中国的政策出现转变呢? 而较早前在英国所举行的全球投资峰会上 在途中 这名英国商业贸易部国务大臣 他叫Dominic Johnson 他会上就表示 商业与政治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就算政治上有分歧 商业也可以继续进行的 特别就是在中美关系的紧张背景下 也不是代表英国要对中国的投资闪门的 而他也说 我们正在努力吸引更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去英国投资建厂的 中国的投资对实现英国的环保目标 至关重要 小想不到 本来英国在七八十年代的汽车工业 去到今时今日要倒转头 希望获得来自中国的投资 事实上 中国在汽车制造业方面 突然急起直追 在近几年来 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在今年1月至9月份 中国汽车制造商 一共向海外销售多达340万辆汽车 出口量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 而其中 电动车的出口占比达到24% 这个数字竟然比去年多两倍又多 不过由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而且也影响到美国其他的盟国家 影响得最深的明显就是英国 英国从来都是跟着美国的步伐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好的时候 英国很多时候都懂得抢先一步 而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的时候 英国很多时候一样是抢先一步对中国变得冷淡的 现在 由于较早前的APEC峰会 我们看到 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面也透露了 双方的关系似乎就已经出现了收复的情况 所以 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态度也出现转变 我认为这个结果也是非常合理 我始终经过多年来的 关系上的破坏 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收复的 现在我们看到英国的态度 对中国变得大为之前友好 我认为这个也是好的现象 同时 明明商业贸易部大臣 现在开口说希望获得来自中国的汽车企业 去到英国投资设厂 他还特别提到 很欢迎中英两国在商业上加强合作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英国是要实现碳牌目标的 不过英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是抹落了很久 所以现在希望吸引更多中国的投资在当地设厂 也是有其实际的需要 中国在电动车产业方面 可谓抢占线机 更加是引来欧盟对有关 电动车制造业的汽车补贴上面的指责 我认为这种指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肯定 因为中国产的电动车 加连密美 欧洲企业根本是处于一个劣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汽车产业有的是完善的供应链 在成本上是有相当的优势的 这个也是得益于中国的长远规划 才是有今天的成果的 现在英国更加希望有中国的企业 去到当地设厂製造汽车 我认为这个也是无可口非的 加上英国已经不再是欧盟成员之一了 更加不会被欧盟所制搅 如果英国现在还是属于欧盟的一部分 恐怕想吸引中国的投资者去当地设厂 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了 而根据路透社较早前也特别 报道了一点 就是英国首相新伟成对中国的立场表示在某些领域可以合作 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在某些领域呢? 其实就代表着一些其他的敏感领域就要保护着英国的利益 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也颇为现实 也颇为合乎目前中英双方的关系 因为始终经过多年来的破坏 在说话和语气上有一点点的保留态度 我认为是无可口非的 但是现在 这名商业与贸易大臣都开口 说要希望来自更多的中国的投资 相信 当中国的投资去到英国的时候 中英的关系也会相应地改善 再加上现任首相新伟成再委任这位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出任外交大臣 由他来到带领英国来与中国方面收复的关系 也是我认为非常合理的 但是又能不能够回复当初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呢? 看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至少有一名被视为亲华的前首相卡梅伦作为外交大臣 稍微修补关系应该不是问题的 所以也有媒体访问了卡梅伦对中英关系的未来怎么看 卡梅伦说 安全和保护英国是我们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以及我们也支持政府对中国强硬而有现实的政策 因为我们英国这样做是有现实的需要 就是要谨慎以及保持跟其他盟友一致的 之后也有记者问他有关来自中国的所谓恶意威胁 卡梅伦就这样强调的 和中国接触是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方法之一 因为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五分之一 如果我们不跟他们接触 就没办法解决气候变化等等挑战了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其中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观察到英国的政客真是很懂得说话 本来记者就问他一个都颇为之尖锐的一个问题 卡梅伦就很懂得借助于气候变化的议题 来对解释为什么英国政府要保持跟中国沟通 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来的 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多达五分之一 世界各国都没理由拒绝要跟中国接触 再者 中国在环保产业方面可以说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无论在风能、太阳能这些产业 在国际上都可谓处于非常大的优势 很多国家也是受惠于中国的绿能产业 从而能够实现他们的减碳牌目标 在这方面英国的确有现实的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 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英国对中国这种转变是一个好的迹象 这一点也轮不到英国的选择 因为英国自己本身都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 执政保守党民意持续低迷 明年就大选了 如果执政保守党能够跟中国的关系修补一下 在经济上获得实际的好处的话 对他们明年的大选相信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也是新卫城很需要达到的目标 始终都要向现实低头的 你没有可能长期和美国保持着对中国的敌视的态度 美国就说有他们自己的实力 但是英国又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明显就是没有的 但是据说现在英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着 如何能够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更进一步地去发展 其中包括恢复部长级的贸易谈判 至于如果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英关系出现转好的迹象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而较早前在8月份的时候 英国的内政大臣James Cleverley 他当时就任外交大臣 在今年8月的时候 访华也表示 他希望智力和中国加强沟通 要以积极的行动解决困难增进理解 而英国的企业也很期待地和中国展开多项合作 开拓中国的市场 而去到9月份 Dominic Johnson 也就是英国的商业贸易国务大臣 也率团访华参加了服贸会 而他也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华的英国商业贸易部国务大臣 其中关于汽车投资设厂的方面 在较早前英国据说 跟印度的公司塔塔集团 谈过希望塔塔集团可以在英国投资40亿英镑来到现厂 同时更加希望拉拢中国的能源巨头Envision 在英国投资电池製造厂 整个计划就是 生产汽车的部分就由塔塔集团来到负责 而电池就用中国的电池 而生产的汽车品牌将会是Jager & Land Rover 如果这个计划真的成功的话 对英国来说就是莫大的帮助 同时也能够给到印度与中国一些好处 真是可以说得上是三赢的局面 但是我自己就认为 你和印度的集团合作 很多时候会带来相当程度的麻烦 而且中国的汽车製造业这么防叛 为什么不找中国的企业来生产汽车 要这样分开 来对一部分就给印度做 电池就给中国做这样的安排呢? 除此之外 据说英国政府也会重新审查 由最近所判布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 这个法案只是判布了没多久 但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审查呢? 据说当初设计这项法案 就是要阻止来自中国的投资 不过这样 现在英国其实就真的非常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 所以这项法案就要再重新审视 希望不会因为这项法案要阻止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 从而达致减少贸易磨擦 据说这个法案只是适用于很少量的交易 当中包括尖端敏感的技术交易 相信这项法案也会一日推出一个修正版 从而又可以吸引到来自中国投资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 不过在这项法案里面也引伸出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分歧 如果这项法案处理得不好的话 看怕就会成为中英关系的一大障碍 不过总体来说 英国需要中国就多过中国需要英国 中国的态度一向是没有变的 同时也会加强开放和强化外商投资的信心 在今个月月初的时候 国家总理李强就表示 中国是会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和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 而这个方针一直都没有变的 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国家 究竟还想不想继续和中国做生意? 想的就做 不想的就算了 所以对中国来说 总体方针不变 也欢迎世界各国来对和中国进行更紧密的 商业合作 但是英国它自己 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实际需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信英国在不少的政策上 也会对中国放松 很多时候口讲就说要 所谓国家安全 但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都会有条件交换 无论什么动机也好 我们看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修改改善 始终都是好事 好了,关于英国的话题 今集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请不吝点赞 欢迎 欢迎订阅